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熟悉的慢性脂肌管炎 变异性鼻炎 以及变异性酵散 也就是咳嗽 变异性酵散 还有一个四三性胃细胞脂肌管炎 还有变异性脂肌管炎 这些都会引起咳嗽 但是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讲的前三种感冒后的咳嗽 第二个就是说变异性脂肌管炎 比较低流中的症 第二个就是说变异性脂肌管炎 变异性脂肌管炎